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东北冬天水果界有一个扛把子黑暗料理 那就是外表去黑 果肉甜掉牙的东北冻礼 今天带您了解一下 住家大集签新纸 景月带您探探路 立足新三农 提供新服务 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 大伙早上好 我是一彤 说到饺子 那简直是咱们国民级的美食了 初一吃饺子 初五吃饺子 赶上要是什么节日的话 那饺子是必吃的 饺子传统的包法呢 基本家家都会 但是今天呢 咱们要说的是花样饺子 这不 胖鸭呢 也导吃力症了 手也洗干干净净的了 准备跟大师傅学几种花样饺子 咱们一块来看 胖鸭找来的老师叫郑春香 他可是老编饺子第五代记忆传承人 逢是饺子制作21年 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 小人姐说 制作饺子秘诀的第一步就是和面 500克面粉 加一个蛋清 一个就够吧 一个就够吧 一斤面 一个蛋清 对 大概是根据你的面筋性 面筋性高 放两克盐就行 面筋性第一的话你放三克 三克到五克盐 来一点点盐 增加它的筋性 现在加水了 30度的温水 30度的温水 然后呢 这个面的包括面的新旧啊 视级上也不同 所以后面时候这个水 一定要浊清的放啊 不能一下放完 一点点往里放 在香姐的搅拌下 不一会儿的功夫 棉絮状的面粉就变成了一个大面团 香姐说 判断一个面团是否揉好 有一个重要标准 她给总结了两个字 那就是三光 面光 手光 糖光 是后面的一个要力 不沾盆 不沾手 面还得是光溜溜的 哎 你这么解释 也对 也对 也对的 对的 对的 看来咱胖鸭的总结 得到了香姐的认可 不过不亲自上手尝试 可是学不会这门手艺啊 你看没 这活面啊 不光得讲出一个巧劲 最重要的是得有劲啊 留点劲啊 这面都活不好 按不动 看来这活面还真是体力活 不过在胖鸭的连番按揉下 一个符合三光标准的大面团 也正式诞生了 为了包好饺子 香姐拿出了 言以为傲的工具 看这工具袋里 又有剪刀又有刷子的 这可着实让胖鸭又惊喜 又好奇啊 我的天哪 咱说啊 姐 你不知道到底是 包饺子大师傅 还是剪头发的呀 这书在啥玩意都有 这是干啥的呀 这个是我们扫干面的 扫干面的 扫干面用的 那这个呢 我看看这是擀面杖啊 可以啊 这是擀面杖 我们叫橄榄上 两周间的 我们用双手擀皮嘛 专业是个双手擀皮 这是包小饺子的 这个比较细 大饺子小饺子都不一样 香姐说 这些小工具 其实都是它日积月累 攒下来的 因为老边饺子 有一百种馅料 不同的馅料 包法也各不相同 如何实现各种造型饺子 靠的就是这些小工具 一根橄榄杖 擀出两个皮 看着香姐熟练的操作 胖鸭也跃跃欲试 不过尝试了几下 还真是不容易 意思虽对 就是左手不听使唤 看来这一根杖出俩皮 还真得多多练习 不过说到包饺子 像这款百年边馅 就属于一般饺子的包法 这对于爱包饺子的胖鸭来说 可不是啥难题 受到香姐的夸奖 胖鸭别提多高兴了 心想甭管是啥样的饺子型 肯定都能驾轻就熟 但是咱胖鸭还是高兴得太早了 接下来要学习的元宝型包法 可是让她遇到了点小挫折 这个馅不能装太大 这个馅也不能装太大 但是太小了也不好看 看我这个馅很大 那我这个太丑了 不知道这是啥 这就是传说中那啥呢 眼睛说会了手不会 人家香姐包的 那是鼓溜溜的香菇馅元宝饺子 鼓溜才有骨材的寓意 再瞅瞅胖鸭包的 见变体鼓不鼓材 看着又凹又扁的造型 你说它是碎盐子 也有人信呢 不过咱碰鸭最大的优点就是 不惧挫折 从哪跌倒就从哪站起来 这回尝试 碰鸭嘴里一边嘟囔口诀 一边包饺子 这个鸭掐匀 上面掐小指给它掐上 搁在一起 这边也是掐上 这个像呢 这个像呢 像哪儿包 这个像呢 成功了 这个像点 成功了 掌握了元宝型饺子的包法 香姐开始教最后一个造型饺子的制作 一款金鱼形状的饺子 名字呀 也非常好听 叫年年有余 不过 想要做好这款饺子 很多点呢 都得注意 拿下剂子来说吧 就得用刀切 精准控制好饺子皮的形状 是年年有余饺子的基础 只见香姐娴熟地将每个剂子 擀成椭圆形的饺子皮 擀好了皮 就该包馅了 香姐说 饺子皮先要对折一下 粉色的部分从下 馅料放在白色部分上面 然后要依次将饺子皮封口 把它从上面的捏起来 上面 底粉色部分不要捏 然后翻过来 然后把后面这个 也要 掐死 要对上 对上 然后搓成小碎纸 封好了口 挤好了纸 香姐又拿出不少小工具 其中工具中的木属 格外也能注意 至于它是干嘛用的呢 香姐说 操作一下就知道了 压褶的 这个梳子是 这时候派上用场了 这边这么压 鱼尾巴的那个条状 鱼鳍的部分要牵上 鱼鳍的部分也要牵上 这个已经有两个了 用两个 看到这儿 咱也不得不佩服香姐的 想象力和记忆 一个简简单单的小木属 也能派上大用场 可以说每个小工具 在制作饺子时 都有它的用武之地 两个掐住 对 掐住 往后涂鱼 对 非常好 好 这时候放上眼睛就可以了 拖上这种小面团 面团 吃进去就可以 放眼睛 放眼睛 这个 放四个鱼 鱼做得非常非常不错 经过这么大半天的学习 香姐传授给咱胖鸭的 饺子制作手艺 可全都教完了 至于掌握的咋样 还得看蒸出来的饺子 形状如何 这一丑就是我包的 我压的这个就没有那么实 我馅儿壮大了 一看就能看出来 这个小不留情 这是我包的 没敢装馅儿 看来啊 包的时候感觉挺好 到了蒸熟后 就能看出来 碰鸭和香姐的差距了 不过 香姐也说了 对于第一次尝试来说 咱碰鸭包的已经很不错了 有了香姐的认证 这手艺也算是掌握了 今天啊 咱们也借着这个 饺子的美好寓意 祝福大伙 财人所尽 这个年年有余 最后祝大伙啊 不年 不年大一 眼看着这天呢 是开始升温了 但有一样东西啊 您得抓紧时间吃了 过了这个时候啊 就吃不到这种美味了 那到底是啥呢 就是咱们东北冬天 专有的水果 黑不溜秋的洞梨 咱们一块来看 每年天一冷 咱大东北的特有水果 洞梨就该闪亮登场了 这叫东北洞梨 怎么早都是这样 其实实 这样也好 在沈阳八家子水果批发市场 省内各个种梨主产区的洞梨 都汇集到了这里 苏军快五十了 家住葫芦岛随中 家里有二十亩地 全都种的秋白梨 十月份白梨成熟之后 卖了一部分鲜梨 剩下的就留在了家里做洞梨 等着冬天再卖 洞梨比方说它皮毛照仙梨 都稍微差一点 它可以打成洞梨 但是它肯定的话都是优质梨 洞梨现在卖到两个一二 大的九十八十五九十 然后小的的话就是八十七十 毛是四十一 地道的东北洞梨 黑梨透着紫 紫梨带着鹤 无论从哪个角度观察 都跟色香味都不沾边 别看它长得黑不溜秋 跟煤炭球似的 不过想把它冻得匀称 冻得好吃 也是有讲究的 它这个梨的话 你必须在那个冬季温度 得达到零下十度以上 你才能冻梨 要不然的话它冻不上 有的是用冷互动的 但是那个没有自然冻 那个就是感觉要好 这个是冻刷的 要是吃的话 这个吃的话 口感要比这个要好 因为冻透的 你吃的相当的 就是水分的甜 没冻透的 吃多就跟那个 有种什么吃没有糖 那种感觉 为了让冻梨的口感更好 趁着今天气温低 商户王兴平 又把车里剩下的冻梨 都摆了出来 没冻透的 接着冻 就是一动一化 口感就好 冻的时间越长 口感越好 它只要是冻了 它就不坏 今年的梨 你就是冻到过年 始终冻着 过年吃是一样的口感 白白嫩嫩的鲜梨 为啥能变得黑曲曲的 而且口感 比鲜梨还要甜呢 原来鲜梨在冷冻后 细胞会结冰膨胀 导致直径变小 口感就会变得细密绵软 解冻后的梨 细胞里的葡萄糖 水分等物质流出 就变得更甜 汁水也更加充盈 冷冻鲜藏的过程中 维生素C含量也会逐渐积累 并且在低温状态 可以减少微生物的繁殖 抑制酶的分解 降低了梨子的营养流失 和腐烂变质的速度 不过这梨子冻完之后 都长一个样 咋才能挑出又甜又好吃的梨子呢 冻透的时候敲 干干上 干干上 如果它没透的时候 把肉 把梨拔了之后 这个梨拔了之后 把冰茬拔了之后 用什么 一颗的把冰磕之后 它是圆的 圆茬的 汁多 是这种都是 这样都可以发亮 皮毛有点发纸 就是洞里有点纸那种 不像光画面去 再点纸 吃着口感就好 眼瞅着就要过年了 洞梨的销量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不到十点钟 珊瑚门准备的梨子 卖的就差不多了 洞梨卖的最好的时候 得过年小年吧 二三以后 为什么呢 因为啥 你那时候春节的话 人都是大鱼大肉的 吃腻了 王老师吃点洞梨 那也是比较解腻 过快的就是四五天 鱼汤 吃洞梨 就像是东北人冬季的一种仪式 坐在暖气房里 吃上一口冰爽香甜的洞梨 梨汁混合着果肉 滑进喉咙 再冲进肠胃里 那感觉用两个字形容 那就是满足 在咱们辽宁 养羊的养殖户不少 大伙呢 也在实践中 琢磨出了很多土方法 那今天呢 咱们就找到了一位养羊专家 请他来给分辨一下 这些土方法是否可行呢 你快来看 如今养羊的农户不少 大家对科学的养羊技术 也是越来越重视 不过民间流传着一句老话 天方治大病 那么那些流传了很多年的养羊土法 到底有没有用呢 刘志军跟羊打了四十年交道 土的羊的都见过 接下来就请刘老师 给这些土方法 把把脉 羊选 是羊最爱得的皮肤病 不仅会让羊横肚骚痒 治疗不及时 还可能传染其他羊 民间流传着一种土方法 给得了皮肤病的羊 抹肺肌油 问题来了 肺肌油治皮肤病有效吗 有效 但是不值得提倡 就是肺肌油 就是这个羊得介绍 他土话说省赖了 省赖了他这个赖这个寄生虫 就是他需要这个油氧的环境 某样肺肌油 你可能就把这个密死了 他都缺氧 也能起一定效果 但是不值得提倡 为啥不值得提倡 我因为就是说 现在有这个除奈灵 这个像这一类的药 提表计算中 去提表计算中 就是物美价量 用肺肌油治羊选 虽然有一定效果 但前提是皮肤没有溃烂 否则容易造成发炎感染 最关键的是它的效果 并没有对口药见效快 肺肌油治皮肤病 刘志军推荐指数一颗星 到了冬季 眷养的羊 都容易出现拉稀的现象 在大西北地区 养羊后们就流传着一种 就地取材的土办法 把高粱炒熟再磨成粉 用来制腹泻 问题来了 炒高粱治疗羊腹泻 这个土方法有用吗 有一定的疗效 就是羊高粱里头 含的这个物质里头 有紫蟹这个营养成分 所以施料里对一些高粱来说 应该倒是值得提倡 高粱中含有较多的柔酸 具有较好的收敛纸蟹作用 而且对肠道细菌感染 有一定治疗作用 炒高粱治腹蟹 刘志军推荐指数四颗星 除了炒高粱 接下来的这种 制拉稀的土方法就很另类 用锅底灰 有的养羊护 会取少量的锅底灰 磨成粉 合金饲料搅拌均匀 为时 问题来了 锅底灰制拉稀 靠谱吗 锅底灰主要是 也还是炭 炭有吸 对这个拉稀来说 有一个 站到长年末上 有一定的吸附作用 有一个有一定的疗效 锅底灰制拉稀 刘志军推荐指数四颗星 除了腹泻 冬天羊最爱得的 那就是感冒咳嗽了 制咳嗽 在咱们大东北 流行一种土方法 啥呢 就是拿个碗 打两个蛋清 给羊喝下 问题来了 制咳嗽用蛋清 靠谱吗 没有什么根据 鸡蛋清主要就是蛋白 蛋白它也治疗不了咳嗽 制咳嗽用蛋清 这种土方法 刘志军推荐指数 零科兴 土方法用好是良药 用不好就是毒药 刘志军说 看似有效的涂方法 也要依据具体情况 谨慎使用 毕竟有些病症 不能仅从表象上 简单判断 盲目治疗 专业的事还是交给 专业的兽医吧 说到铁岭昌途 这个地区每年夏天的时候 风都会比较大 玉米种植户们就怕刮风 怕玉米倒浮 但是八面城镇的郑大姐 这两年从来不会因为刮风而担心了 因为她家的苞米压根就不倒 不但不倒还不长虫 果碎是又大又粗 咱们到她家的地里一块去考察一下 这几年咱黑土地给大伙推荐了 很多的玉米好品种 其中有很多品种 已经成了乡亲们心里 妥妥的网红了 比如说有身后的这个 沈农大DSE 受到不少人的青睐 铁岭昌途的郑大姐 已经连续三年种它了 那这个品种到底有什么特色 征服了郑大姐呢 今年夏天昌途的风大 郑大姐说 她家这片地周围的玉米 大部分都倒了 只有她家一根都没倒 沈农大DSE这个品种 真是选对了 沈农大DSE的品种 它是属于是胡耳成熟的品种 它的那个线维数比较多 它的韧性比较好 它的气成根非常的旺盛 我知道当来风之后 它就是只会出现那个摆动 但不会出现那个导舌呀 导伏呀这种状况 去年郑大姐在电视上看到 沈农大DSE试中了十亩地 效果很好 今年又扩大面积中了十五亩 没让她失望 依然扛住了长途的大风 正是因为沈农大DSE的根系发达 所以抗导服能力特别强 也是因为扎根深 能够吸收土壤深处的营养 所以玉米果碎长得又粗又长 如果说您那个妹收客 把它收了 它是胡耳成熟 它还在是给那个 这个帮碎去度粒 这样长得就是更加 更成是 使用那第二个品种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抗成 没有虫柱 也没有虫眼 也没有没变 所以这样的粮啊 更能多卖粮 所以也好卖粮 对郑大姐来说 品质这样的好玉米 大伙都抢着药 压根儿不愁卖 那这一亩地的产量 大概能达到多少 能整到一千八九 我去年就这个十亩 十亩地整七车 能整差不多两斤 大丰收了是吧 今年也大丰收 我过年我想多数 人家四十亩地 怎么样 沈农大DSE 这个品种您看好了吗 想购买的话 您可以直接登陆 微信小程序 辽氏黑土大吉 线上就能下单 我们呢 还有送货上门的贴心服务 黑土地让您种地更安心 想买物美价廉 好农资的乡亲们 现在呢 可以拨打电话订购了 黑土地给您准备了 稳定型大田复合肥 哈达山 预定价格呢 是180元一袋 订购热线 024-8652-8168 想买好种子的 也可以拨打这个电话 今年的玉米种子品质升级 价格呢 没涨 还是拨打这个定格热线 024-8652-8168 现在的气温 没有过年之前那么冷了 再逐步的升温 但是早春季节呢 大家也不要过早的减少衣物 接下来关注一下 今年的天气 来看谈天说地 大家早上好 欢迎您收看由沈农大N570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 今天是农历的正月十二 六九的第九天了 那今天我们全省以阴或者是多云为主 部分地区呢 是有小雪 北风或者东北风 三到四级部分地区呢 是在四到五级的 白天的最高温度在零下四到二度之间 夜间的最低温度在零下十八到零下五度之间了 那今明两天 冷空气的进攻呢 都是特别起劲的时候 部分地区的夜间会有小雪 那目前来看 主要是烘托气氛 对咱们没有太大的影响 了解过了天气 我们再来看看乡亲们都有哪些问题吧 有位观众 想了解一下 有没有好一点的肥料 给推荐一下 那接下来就有请技术人员帮他介绍一下 咱们中化的这个哈达山品牌的这个稳定性肥料呢 肥酵呢 可以长达120天 所以呢 从播种 一直到它的那个成熟 这个肥酵是持续稳定的供给这个养分的 后期 所以保证了它后期的一个活样成熟 整个的全是活样成熟的 没有大半病和清酷病的迹象 这就说明了咱们这个肥 为这个作物提高了它的抗病性 本身呢这个哈达山养分充足就有一定的抗早性了 但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我们再加一个五七八斤的甲肥进去的话 那就等于锦上添花了 让这个甲完全的够用 后期呢能够撞杆撞力 不倒服 活样成熟 如果品种和你适配的方法都选对了的话 一亩分产的200G应该是没问题的 还有一位观众问啊 说有没有适合山区种植的抗病性强的一个品种 接下来就有请记事人员帮他推荐一下 接下来这个山坡地啊 我给你推荐一个品种 HJ11 像我们这个HJ11啊 是我们今年新审定的一个品种 经过我们辽宁省大面积两年的失重 表现是非常突出的一个品种 尤其是在我们辽宁东部山区 比如说宽垫 还有我们低温冷凉的地区西风淮仁 这些地区表现都是非常突出的 第一个它是适合山坡地 第一个它抗旱 根系特别好 抓地特别牢 抗旱抗倒 第二个呢 就是山区的气候 早晚温差特别大 而且陆水特别多 咱们玉米 完熟期啊 有的时候啊 会尤其是一些雨水大的年头 会出现一些五瓣的现象 我们这个HJ11这个品种啊 透气透水特别快 就是打下来凉就可以卖了 还有呢就是抗病性 像我们这个HJ11品种啊 基本到我们快收获的时候 叶片还是油绿的啊 叶片油绿的啊 就证明它的抗麦性比较好 抗病性比较好 活杆成熟 使这个宝米的积累干物质更多啊 容重更高 像我们这个品种是纯脚质量 容重特别高 而且像那个地区啊 就是卖粮的时候啊 不是说打下来粮就卖 收粮特别少 我了解了一下 山区地区收粮特别少 有的啊都留到公安点来卖 像我们这个品种 打下来粮直接上蛋着 因为它水分干 它不容易捂啊 特别容易储存 而且它吊胜也特别少 这样呢 来年卖粮的时候 也能卖个好价钱 还能少吊胜啊 避免了一些不必要的损壮 你下来讲啊 还有几亩三破地 种这个能行吗 外域六六灵把 种三破地也可以 尤其是这样 新民清源或者是 西风那一类的 比较低温冷凉的地区 因为这个外域六六灵把呀 它得脱手快 而且生长期比较短 127天 在基本在2650以上 都可以种植 你像我哈 就关心粮子 这粮子好不 它能好卖不 这个品种啊 卖粮是非常好卖的 因为它是一个纯胶质量 容重是非常高的 远远超出了国标的标准 这个品种 抗病也是非常好的 像一些青湖病啊 湿黑碎病 或者是流黑粉病 都是比较高抗的 像去年一些地区 青湖病 已经达到了一个高滑的情况 像我们外域六六灵把 去年的种植区域 基本没有出现这个病 每一个村都有种地高手 营口大石桥三云景村 有一个魏大姐 他家呢 地特别多 村里的老百姓啊 也信得着他 跟着大户选种子准没错 这不 他又给咱们邻居 推荐种子了 一块来看 穿橙色衣服 这个大姐叫魏树燕 家住营口大石桥市 汤池镇三元景村 在村里就属她地最多 是村里的种苞米大户 她也是咱们黑土地的粉丝 跟着咱们种苞米好几年了 而且每次换新品种 她都自己先示种 种好了 才推荐给周边的邻居们 这次她给玛丽华推荐的 是黑土地万玉6608 大百姓都 就是相信点了 那地特种 不能选不好的品种 我说种 看来种的好都给我种 我种什么品种 都我 我就不保守 什么好就告诉他 实事求是 我也不能坑农害农 对对 魏大姐家有山地 有平地 现在看的这块山坡地 曾经让她特别上火 因为啥 打不出粮呗 但自从联系上了 咱黑土地技术员郭军以后 这块地 魏大姐再没发过愁 哎呦妈 那有一年汗的 我母产200斤 嗯汗的 那今年呢 今年这一切600斤 不成问题干粮 万玉6608 根系发达 而且根扎的还深 所以啊 在坡地山地 它能更好锁住水分 留住肥料 才能保证产量 郭军说 万玉6608 还是一个广式性的品种 不光是坡地 平地表现一样出色 比如说您家的地块 土地条件比较差 水肥条件比较差 咱们可以适当的稀值 像正常咱们万玉6608 它的母宝苗呢 是3500克到4000克 像咱们土地条件特殊差的这样呢 咱们可以种到3300克到3500克 这样的一个密度 像咱们第一块土地条件比较优越 肥力比较好 咱们可以种到3800克到4000克 这样的一个密度 万玉6608 山地表现好 平地表现更是没问题 把握好种植密度 文产高产都不是问题 如果你也对黑土地的 包米种子感兴趣 那就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 订购吧 要说什么时候 看这一米种子的效果最好 那当然是丰收的时候了 咱们到地头一比 这种子的好坏 立马见高低 去年上秋的时候呢 二压没少跑地头 为啥呢 亲眼看效果 心里最有数 咱们一块来看 现在这个季节啊 正是到了大家伙 往外卖粮 往回买种子的时候了 今天啊 咱到的地方 就是开源的 萧台的村 王大哥家 看我身后 这包米站子啊 满满当当 金灿灿的 这里边啊 装的都是五七零 这一站子能够多些 给到这一万来 左右今儿吧 这是几亩地的 这是 不到五亩地 不到五亩地啊 那一亩地得咋 一千八九 一千八九 那今年感觉 这个五七零 种了咋样 五七零就是抗风 不早 不早 往那只得上去买 王大哥说 清河地区啊 风大雨大 今年不少种 别的品种的庄稼 都得了青枯病 最后那包米啊 都白瞎了 还有五七零没有 别的 给别的地方买的品种有 哦 那那样的品种咋整啊 得青枯病的啥样啊 青枯病减产了吧 收过去收不了 员工 那就费钱 员工就费钱了 嗯 过年一百五一天 同样的地区 同样的气候 不同的品种 这一对比 沈农大L570的田津表现 格外突出 第一个 它的根系特别发达 它是直根直杆的 效率重含量高 它抗岛 柔软度好 第二个呢 你种的时候 你发现 它的叶啊 叶片上冲 叶片上冲啊 就大风来了 它不斗风 起到一个泄风的作用 所以这样的品种啊 非常抗岛 去年呢 因为雨水特别大 所以呢 那青虎病大爆发 啊 我们五七年这个品种啊 抗青虎 达到一个高抗的 一个标准 所以呢 去年我们五七年品种 没有的青虎病 啊 这样呢 不得青虎病 第一个 产量上来了 赶上我们来送货的时候 王大哥还没有卖苞米 他说啊 我这苞米没得青虎病 粮制好 我得再等等 玉米上得满 它后期不找出来 上得满 手感成糊 它这绒重也上来了 而且呢 你卖粮的时候啊 它会多卖个一分钱到两分钱 这都是比较容易的 你为什么一直好啊 啥叫好品种啊 好品种啊 就得拿产量说话 如果你家是平匪地 或者稍微挖一点 想要那种棒大的 压秤的 抗风的好品种 就选咱们沈农大L570 没问题 田令市西北河村的周丽亭 看扣鹏种黄瓜的相依不错 就有了扣大鹏的想法 现在这大鹏投资不小 周大姐呢 是东拼西凑 总算是盖了大鹏了 可是现在呢 大姐又犯愁了 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咱们一块去看一看 遇到病虫害 专家来把卖 手道把病除 百姓都致富 黑土地专家上门服务 为您指引 有病治病 没病预防 言传身教 手道病除 专业找病 我说的是大鹏 黄瓜呢 这鹏黄瓜哪去了 黄瓜呢大姐啊 没黄瓜呀 这没有黄瓜呀 这会给你找着嘛 你不来更为黄瓜了 这会 咋得病了 你说这都白毛了 这一瓣全都掉下来了 这都不到人等了嘛 我还给你打电话 让你们来个解决解决 其实周大姐也知道 德病得用药 可具体用啥药 用多少 他实在是有点弄不明白了 忙活了好几天 叶子上的白点不但没减少 反而增多了 在得知咱们黑土地的专家 能给大棚里的农作物看病以后啊 就来寻求帮助了 不到整个事了嘛 这不给你打电话 完你来了嘛 这一看就太简单了 大冬天刷姜刷的啊 这白点子刷姜了你啊 这不到整个事啊 你别着急啊 小苗医生啊 来给问问来 这不是刷姜刷的吗 大冬天 这哪是刷姜刷的啊 说错了啊 这全是白粉病 我知道白粉病 但我咋治啊 黄瓜的白粉病 是一种黄瓜常见病 为棚内高温干旱 多年虫茬 肥力不足 或者是肥料带菌所导致 黄瓜一旦得了这病啊 除了会影响瓜的品相 更会影响产量 不应该干一碗呢 就是高温干旱引起的 白粉那种 就是泡沫 这这个叶片的一种白毛 打药的时候呢 浓度不要过大 靠这个水的量大和药 配比不要过大 过大就烧了 小的就是大 要水呢要流透 打完流水 病害就下去了 病呢来下半部 不来上半部 所以抵抵抄制 下半部要打住了 上半部就不会有了 周大姐家的一旁黄瓜 染病面积高达50% 这可别说赚钱了 有可能本都回不来 所以咱们黑土地专家建议 要及时摘除黄瓜的老叶 加强通风透光 再发病初期 可选用乙密分 卡拉生胶体喷湿 治病三到四天喷一次 防病七到十天喷一次为宜 如果不治的话 整个这个叶片就会枯萎了 你要不治 不要药底充发的话 就是叶片枯萎了 影响这个产量 这个药底处理一下了 一会儿买点药 完了就打呗 买也挺好 挺好 挺到位的 跟你打的话就来了 挺放心的 放心了 完再打一遍 完再来病话 完再跟你打点话呗 病来如山倒 病去如臭丝 在沈阳这座近千万人口的大城市 逐渐发展出了很多个城乡结合部的市集 以前是为了方便乡村百姓的生活采买 那现在有很多城里的人 也会专门开着车去逛大吉 为的呀 就是热热乎乎的接地气 其中住家大吉呢 就是咱们沈阳东南部最重要的农贸大吉了 那在去年的年底 住家大吉呢 乔迁到了原住家凉酷的院内 变成了香味好喝 特色美食 旅游打卡 文化体验于一体 文商农旅相结合的特色大吉 那今天咱们的记者景岳 就带您去住家大吉体验一下 我来 我来 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不要 我来 十位这放银子 大哥你去买的啥肉啊 后秋 做啥呀回去 回去做那个二宾腊肠 从哪过来的呀 从天西过来 远点又好 放心又好 买了几斤 买了一百多钱 买了一百多钱 做个两个粪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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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粥有今天这些三百八十斤 我看这肉上面怎么还冒着肉气呢 大哥 刚擦完的 几年的粥 它粥四个粥 这粥是藏白 那我想做点锅包肉 大哥你给我推荐点 我拿啥肉做好 后车 后车说话谁瘦的吗 这后车行吗 对 能切出鞋的呀 多少钱一斤 买四三 一买一买会十二 十二 来二斤 肥肉剃腸 太好了 我不要这个肥肉 十九块钱 十九块钱 两斤猪肉 到手 大姐这个是什么蘑菇 这是在东北的树树丁 您这个是从哪过来卖的 这是华人的特产 北极的特产 它现在这是怎么卖 160一斤 160一斤 这也这么贵呢 因为它很不好载 所以说这价钱比较昂贵一些 大约都是十月一之前 摘上那松膜椰上的就下来了 十一千年它能量一斤赶了 我很近一点 咱多来点来二两吧 可以可以可以 这些都来得了就没多少的 来二两来二两大哥您的 太贵了我就付不起钱了 媳妇没给那些钱 三十五元 二两松膜 这是国产鱼最要吃的了 吃的都一样 就是大小不一样 价钱怎么卖啊 价钱这个卖八块的 这个卖十三的 我怎么能看出来 这带鱼好不好啊 白鳞的 黑眼睛的 里边没有嘎的 肉厚一点就玩 我要是煎着吃哪个好吃啊 煎着吃的 这鱼肉锅的 那需要哪儿就玩的啊 行吗 那那行呗 十三一斤 十三一斤 正好四十块钱呢 四十块钱啊 好 我给你付钱 那我给你做了啊 好嘞 我给你手上力量的 好 四十一斤 你能送我一根小残友吗 行 你拿了啊 这个是那个葫芦杆 葫芦杆 葫芦杆 就是咱们建那个葫芦 然后给它晒成的那个 这么大的葫芦 往这晒一点 这个是杰菜 都自己一家晒成的 这也是葫芦条吗 那是葫芦条 那您给我来半斤这个吧 我尝一尝 这个回去咋吃啊 往火水泡开 然后呢 怎么吃 泡开来玩 就是炒 炒又吃的 都好吃 哦 饭筋这么多了 十二块六 饭筋葫芦条搞定 锅包肉 小鸡炖蘑菇 煎带鱼 葫芦条炒肉 算算已经有四个菜了 接下来的这道菜 一度被网友吃货们 评为大众最喜爱的国民菜 这都是自己家的菜吗 呃 四个是我这个家的 一个是我家盆那边 那个是土子 在那个盐碧地 他就说是他的铁 而且都上几分的 希望是五块钱 那您给我来几个这个吧 来几个市的 啥子呢 啊 十二块四 给我十二块钱 各位已经发现了 我们来这买钱 大伙子都能给这个抹个零 是不是 对对对对 游戏收款十二元 十三元 咱们还得给丈母娘买点主食 你看看啊各位 咱们这有特色的 咱东北的年豆包 大姐这豆包咋卖啊 十块钱三斤是不这个 我看这个呢 这俩有啥区别啊 这样是红小豆馅的 这个呢 这就是饭豆和小豆餐的 这玩意咱都是自己做的豆包 一天现在这个销量哪样卖的好不 还行 俺家的卖挺好 这个主食啊肉啊菜啊都买完了 咱们还得买点这个饭后的小零嘴 各位您看 我找到一好东西 来 现在这种方式来做豹米花 那已经很少见了 为啥您还拿这个做呀 区别在哪您给介绍介绍呗 那豹米不一样 那个各锅炒能炒出话 这个各锅炒炒不出来 这个必须这个锅绷 那个锅绷不了 快看快看 簄着 新鲜出炉的爆米花 咱们也去来点 大姐这个刚崩好的给我来一袋 行吗 五块钱 这个饭后小甜点搞定 虽然不是那么贵重的小甜点 但能让我老丈人尝尝它儿时的味道 你看看咱这心意到了 走 如果说过年过的是团圆 那么逛集逛的就是这个热闹 各位您看我来算了一下 这个满满的一车一共是花了160多块钱 我估计媳妇回去说不定还能夸我 你看看这满满的大车 这么点钱还真不贵 各位如果您也感兴趣的话 这个朱家大吉是每逢公立147开集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记得一起来逛一逛 黑土地推荐的好种好肥 正在热销中 早定早放心 另外呢 咱们有愿意和黑土地 共同经营农资的经销商们 也可以拨打加盟电话 400-6818-801来咨询 成为黑土地的合作伙伴 我们期待您的加入 咱们一块儿